水泥搅拌车一般上都不会在夜间行驶 可是吉兰丹日里最近就有这个不寻常的现象 引起了巡警的注意 结果上前盘查发现里面藏有市值2万令吉的割冻液 司机和跟车员当场落网 水泥搅拌车一般上次出发现里面藏有市值3万令吉的割冻液 昨天凌晨4点在水泥搅拌车发现了200包装在黑色胶带的割冻液 初步相信是从北部运到吉兰丹贩售 两名嫌犯都是罗里斯基 尿检结果对本二氮瓶类毒品呈阳性反应 而且都有两三项案底 他们将在1952年毒药法令30-3拥有精神药物的罪名下接受调查 这是当局两年来第二次发现有人用水泥搅拌车贩运割冻液 所以呼吁业者多加留心 那么多用水泥搅拌车贩售液 没有水泥搅拌车贩